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瑜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我爸爸媽媽 還有我弟弟做背景 因為他們做功課就不太難理睬我了 爸爸媽媽就很想臉地跟我們做一個Q&A 平時大家就看我跟學生的Q&A 都對我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但是想不到爸爸媽媽在我的影片出現之後 大家居然對他們都有興趣有好奇心 都有很多問題想問 所以今天就讓我抓了他們來做一個小小的訪問 今天我們會有些很尖銳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很多觀眾都想知道你們為什麼會來澳洲的呢 我們兩個都退休了 剛好 剛好 剛好一起 那一陣子退休 那一陣子退休之後 第一時間當然要來探望你們 為什麼會留下這麼久呢 剛好那個疫情 就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要 我們離開不了 所以被迫要 所以被迫要 留在這裡 不是被迫的 不是被迫的 都是一個 如果沒有飛機離開 對 如果沒有飛機離開 他們兩個都要走 去玩 那你們會不會有心想留在澳洲 其實我們都挺喜歡澳洲的 那要看一下 適不適應到 因為你們都在這裡 當然很想和你們一起生活 主要是我和弟弟 對 還是主要是我 你和弟弟 你和弟弟 有什麼感覺 覺得這裡最不好就是冷 還未准入冬天 各位 天都好像冬天 冬天都不知道會是怎樣 其實天氣很有趣 就很冷 但當天氣好的時候 就很漂亮 你好像今天那樣的天氣 哇 真是萬里無雲 好漂亮 一樣好的 空氣好 很多東西 那個生活節奏慢下來 人很放鬆 你隨時走出去 家門口 已經覺得 我是不是生活在一個 postcard裡面 那其實退休生活之後 其實suppose 應該都 就算你在哪裡生活 應該都不是很大壓力的 你會選擇在香港 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還是你會選擇在澳洲 例如在這裡 有些人會怕 很悶 真的對花花草草 你說在澳洲 這樣算吧 生活環境令到我們很舒服 我們是可以做一些 我們以前想做 而又不夠時間做的事情 例如種花啊 種草啊 每個人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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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花 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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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食得的會好一點 種菜 他每個人就在那裡 今天呢 把辣椒籽種了下去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生出來 然後呢 河生就經常弄固他 就把草啊 材啊 拆在他盤子裡 然後就跟他說 喂你看看 生了出來 他又死了 我以為真的 睡醒了 這麼快就生了出來 哎呀 怎麼知道被人弄固 謝謝你這麼純真 哈哈 娛樂我們這麼多年了 你一定很開心啦 你的生活 有個這麼有趣的老婆 我老公經常都說 你沒有激 我老公經常被我激 很自豪 是嗎 是 上一段影片就說 我老公說我 沒有老 另一個特集的問題 考一下你們對我和阿張有幾條 因為我之前呢 在Facebook和Youtube 看到有個影片 就是那些人呢 就問他們的 即是問爸爸媽媽媽 仔女的一些事情 發覺 原來很多都答不出的 好片的爸爸都應該未必答得出 我根本猜我爸爸連我幾歲都可能未必多大人 我和阿忠幾時生日 你懂得答 月份就知道 我怕月份 多少月 多少月 阿忠是12月 阿于呢 你7月 8月 我是8月 好 那考考一下你 199 嘩 你爆電粉 sorry 8月 阿忠就11月 其實媽媽記得清楚一點是正常的 當日應該最深刻是你 對我和阿忠來說都應該沒有任何印象 因為你是叫救命那個 所以公道一點來說 這條題目應該你應該要回答 如果不是的話 我真的應驗了你老公說的 我老婆沒有 我相信這個問題 可能有些觀眾都會想知道 就是 其實我一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你們會不會覺得有些反感呢 就是會覺得 究竟你做什麼 好像不務正業 那樣 無所謂 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是 簡單來說是 不關我事 其實不會有反感的 那當時 你那時候也是 適合你讀書 最擔心就是 你拍Youtube會影響到你的學業 是最擔心這個 那當然 你喜歡做的事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們都不會去阻止你 那你來到之後 真的看到我的工作 你有什麼感覺 就是很簡單 在香港 看到一條片 哈哈哈哈 看到很開心 看到很多東西 很有趣 或者我們喜歡想看的東西 但其實來到之後 看到你背後做這麼多 後製的東西 或者支持做準備的東西 很多東西 是原來 原來出一條片 不是那麼簡單 就是那個感覺 不是說玩那種 真的認真地去你的工作 爸爸應該會明白多些 因為爸爸也是很熟悉這個攝影 大家都知道程序是怎樣 其實一開始做的時候 爸爸是會比較 著弱一點 去給意見 著弱一點去支持 因為他很明白 我是在學習著 一種新的技巧 我們的爸爸媽媽 是處理我們不同的部分 媽媽就處理我們的身心健康 爸爸就處理我們的前程思考 是這樣的 例如我讀書 有什麼疑難 或者有什麼想不通 就會討論爸爸 心情不好 就會找媽媽 所以大家經常都說 你很幸運 我都回應了 挺幸運 不錯 我覺得這是我自豪的一件事 大家都看到 其實我爸爸媽媽也很支持 但我讀哲學的時候 你們有什麼感覺 因為以澳洲人的文化來說 就覺得 嘩 什麼來的 這些科目 找不到食 主要是你沒有自己 特別喜歡的科目去選 那如果選一些 不太喜歡 或者不太有一個目標去續學的話 不如選哲學學一下 因為哲學可以令你的思考 更加深層一點 看東西 會有方法一點 全面一點 看看這個世界 和人生 很多的思考 和哲學的思維去處理 那你的人生會更加豐富 那我自己覺得 讀完之後是開心的 雖然出來找這個工作 或者現在的工作性質 是很遲 很遲 跟哲學沒有任何關係 但是其實我會覺得 讀了這一科之後 令到我之後做任何事情 組織的能力 分析的能力 理解的能力 或者他思考的模式 是對我有幫助的 如果各位家長在看 就不要罵我 鼓勵你的子女到時候 最重要都是 子女找到自己的興趣 他們喜歡 才會用他們的心機 和時間去讀下去 如果你逼他選一些 他不喜歡讀的方法 那會浪費了他的時間 然後下一題 我們又來一個特集的題目 你們覺得呢 我和阿忠 哪個聰明 哪個聰明 當然是我啦 他還沒問題 神經 認真 我 男人 是嗎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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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 不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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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實在很懶惰 又西到大 只要他們想讓我和阿忠聽的 他們就會說西班牙文 那你可以說一下為什麼你們會認識西班牙文嗎 由爸爸開始 我16歲已經離開香港去委內瑞拉移民 那你有委內瑞拉住了幾年 也有十幾年 這麼特別的 為什麼會去委內瑞拉 因為主要親戚 爸爸和大哥都在哥別 已經移民過去了 那你的人生都很特別 從現在來澳洲 以前有去委內瑞拉住過 所以你就是在那時候學懂西班牙文 你去的時候是否完全不懂 當然不懂 因為這件事 我小時候已經有很濃烈的一個心態 就是想靜悄悄去學西班牙文 然後以後他們有些什麼說的時候 我就靜悄悄會聽 但是小時候 哪有這樣的能力就去熬糖呢 最近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經常都要留在家 那我就會覺得 不如找些東西去盡修一下自己 不如去學習西班牙文吧 因為爸爸媽媽在這裡 有時候真的不懂 可以問問他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叫Lingoda的一個平台 它就是一個網上語言學習的平台 以前你們一定要去面對面上課 現在其實很多東西都可以在網上學得到的 在這個Lingoda的平台上 其實它就會有一些老師 那些老師全部都是native speaker 譬如如果你想學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德文 上面都會有一些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老師 他們也有證書、有合資格去教我們 他們的方式是小組的教學 好像昨天我上課 就跟一個來自阿根廷的老師 然後來自澳門、美國和英國的學生 一起去學西班牙文 為什麼我會選Lingoda 是因為他們有一個挑戰 他們的挑戰就叫Super Sprint 就是在90天之內 如果你每天都可以上課 就會將學費全數回覆給你 如果太忙都可以上Sprint 每個月上15課 上夠3個月就會退回50%學費給你 他們提供了不同程度的課程 從BB班到高階都有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程度去選擇適合的課程 而他們課程的構築是由CEFR 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自己的進步 你也可以下載他們的學習材料 你就可以上課後重溫 他們的課程是每天每個小時都有 根據我的經驗 最好早點預約你上課程 不然就會有機會預約完 簡單來說 如果你很乖 大前提 你很乖 每天都上課程 你可以免費去學習語言 有時候我們做一件事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一些推動力 例如做功課 要有deadline 做project要有deadline 如果沒有deadline 其實真的很難推動我自己去做 又或者你可能做gym 可能你會覺得在家做都ok 不一定要有那些器材 但是當你給了gym的membership的時候 你會覺得不行 怎麼都要去一下 因為你給了錢 你會覺得不去 那你就會有那個動力 那這個program就是 你給那塊錢出去 如果你不上課 你就會沒有那塊錢 但是你上課 你就可以拿回所有東西 你還免費得著一些東西 如果大家真的有興趣參加的話 那因為他的名額是有限的 所以就真的要快點去報名 那就要在這個6月15號之前 要報名 正式開始就是在7月1號 手法有手法沒有 其實你們隔了那麼多年 你們不要說西班牙文了 其實會不會已經有很多 都不記得了 陌生很多的 說起來是脫黑很多的 可能我上完九十一課之後 就會說得好過你們 那這個interview 就來到這裡 要不然再說的話 我怕你們兩個睡覺 好啦 放過他們啦 那好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在discretion box 找回和寧哥有關的資料 還有也有link 那你們可以進去參考一下 另外如果用我的discount code的話 在這個deposit上 都可以減回一個10元歐羅的優惠 不過呢 我就相信大家 是會上完所有的課程 是會refund回所有的學費 連著deposit 所以其實我這個code 應該是不用得著啦 會說真的對大家有很大的影響 Anyway啦 如果你真的想去學一種語言 都希望大家成功啦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